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举来 凌晒海边游 云上火 凌晒海边游 云上火 凌晒海边游 云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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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腋肓 云上火 云上火 我能嫁中用的 给你吧 你玩我了是吧 这些年 三天两度地往这儿跑 又是给四太太送草药 又是给您买礼物的 我看他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昨天蔡老爷回来 拉了八大车 三十二想嫁给你 林凤琪喜欢蔡大小姐 她要是结婚了 那您不就 有判处吗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这扇子是你硬塞给他的吧 都要嫁人的人了 还这么不知检点 休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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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扇子肯定是你偷的 林凤琪才舍不得 让你把扇子还给我呢 凤琪喜欢的是我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省省吧你 不就是个账房吗 天下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喜欢林凤琪 小女高攀 为父当然得多 准备点嫁妆啊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这有人有情有种好 小婢自然给你扯了 我们蔡家的祖坟 赤匪闹红给炸了 我正找一个风水先生 择一新的墓地 准备签坟 我娘 他就是因为太听你的 才会受一辈子苦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嫁 不嫁 你炸 你想造反呢 老姚比你嫁给你土匪 我第一个不答应 什么战法不下方的 无所谓 不过去了 我不会嫁给他的 可是我也不会和你私奔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 但是我喜欢的人 不是你 学义先生 我把你请到蔡家了 你却有为道家戒律 私自里勾引我家小女 明明是我自己追上义先生的 他带我走的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呀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嫁给你混账 住嘴 你要是打不死我 我还会跑 你跑啊 你跑我就敲断你的狗腿 你打呀 爹 炎儿 杏菜的家大业大 这十几个大箱子里面 装的应该都是金子 这次非要把林水闹个天翻地覆 让杏菜的知道咱们的厉害 我做生意的钱 是我从丈人挪下来的 才来逼着让我把张药回来 我这些药不会来 我就得去坐牢 林凤奇 扶药钱庄的账房 你是不是欠他钱了 我和我男人近几天天天找你 鬼影都没有 你竟然把货拿走了 我上哪儿找你去 我都跟你说了没呆在身上 还你个屁啊 兄弟们搬 你敢 谁敢搬一个夜狐 我就报官你信不信 姑娘 我们不是坏人 先委屈你一下 等我们失成之后 我一定把你放 易先生 蔡家千坟一事 我想正式邀请你来主持 从干州运回来的钱 和从淋水各个钱庄 收回来的钱都在这儿 有炸弹 蛤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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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有钱 你还我钱 你再努力掉 你还我钱 今天我实在是不方便 改天 改天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你骗鬼的你 你们坐牢大人找你们去 你不还我钱 我就坐牢了 你还我钱 上 站住 胆子不小啊 敢捡狱 我不能看着我男人等死啊 趁我们走 果然姑奶奶跟着拼了 小慧 其实但你离开上海 跑得这么穷 条件这么差个地方 我真害怕那天也后悔了 才不会后悔呢 你的理想多动人了 建了一个公平公正 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的新国家 我们这些人活下来 是为了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理想和信仰 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水这个柴火队 就扣我们了 刚才我在楼下 听这家酒店老板娘说 我们有个同志 被这家酒店抓起来了 走 而且还是个女的 你知不知道你冒充共产党 如果被抓住是会杀头的 反正我什么都没了 钱也没了 男人也没了 家也回不去了 死就死呗 怎么是你啊 码头上全是兵 我在这肯定也混不下去了 我跟着你们走吧 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 贴上就撕不下来啊 你你你就是个大智床 我这膏药 真是来治你的 你肯定没戏 不会带上你的 你说了又不算 你以为你是什么香伯伯吗 你也就是个脱油瓶 你要针对会洁好 就别拖累我们 你才脱油瓶呢 一边带着去 老爷 这次来的 可是赤匪的主力啊 咱们这点列领 顶个三天五天行 十天半个月怎么办呢 你爹又要把你送给那个姓孙的 他要拿你去跟他换救兵啊 赤匪打进来了 按刀 一定是阿福这个孽障 他这是在造火的烦呢 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 段下 我们菜家要玩呢 哎 怎么样 你这风鸭都行啊你啊 嘿嘿嘿 第一次打仗就这么威武 相亲们都看好了 从今天开始连本带立的都还清了 再也不用欠那些地主老才的钱了 好啊 太好了 这山寨大院 大夫平时没来过吧 老菜家现在被咱们红巨给占领了 这里面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好喝的都有 想就来啊 好快走快走 快走 我们父女俩今天是来动员大家参军的 不管男女老少全部都欢迎 这就是榜样 过去那叫一个烂泥扶不上臂 现在参了军以后厉不厉害 精不精神 临水的姑娘们 你们跟我参了军 那一耍的小伙子随便你们敲 好 大家都来 来 你赖狗干嘛呢你 陆大哥 那赖狗就是个臭流氓 你赶紧给我们做主 你也不能光听阿满一灭之词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还能有什么误会 这是阿满亲眼看见的 我是这个部队的领导 我不能轻易下解露 事情已经一轻二重了 你是不相信阿满 还是不相信我 我 我是这个部队的领导 你不仅伤害了我 也伤害了老罗 我打心眼里 小吴琴你 我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人 我不是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脚底下就像采了棉花一样 我怎么都买不动我这条腿 我怎么都买不动我这条腿 你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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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美的女人 就像我小时候 看到年画上的女人一样 在我心里 你就是天上的仙女 我狗子不怕死 我也不怕被开除 可是我就怕离开你们 我舍不得你们 为我们蔡家学耻的机会到了 这次中央调计十一个时三个人 十万大军全面清剿出锚赤斐 行事非常严峻 张会在派来临水的 最有一个家乡营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承担 我们要最终战胜定员 就得赌得放弃 临水就在门 谁也能够去 我去 我去 我们最终还会回来的 只要我们活着 临水一定是我们的 对那些亲近赤匪的村民要狠 要把赤匪留在他们心里的东西 彻底掏尽 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有非分的念头 退后退后 都退后 你还真不见了 一个风水先生 不好好看你的风水 竟然通匪 十病九医 治病救人 本来就是我道家慈悲 哥 你不要打他 他不是红军 你误会了 住嘴 你是女的 我们崇尚自由恋爱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要大白主动地追求 我离家出走 就是因为他逼我 嫁给一个恶人 现在 全家人都容下 我也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我这算革命 革命就是要自己做主 去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十万颗虚虚 才会出现一颗四叶草 传说 遇上它的鱼 一辈子都能幸福 这四叶草叶子分别代表 真爱 健康 名誉 和财富 罗云山 整座山 都被我们包围了 现在马上下山火墙 否则 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满金统之人 在解放渐民的战斗中 英勇无畏 经主司决定 任命陈满金为二连连掌 你 想购款啊 手机好 阿板 我再问你一遍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就肯定疯了你 我敢拿命担保 他不知道我 你弄错了 你拿什么担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关系吗 我现在不能因为你一句话 就洗脱他的协议吧 这些年我一直到处找你 阿板 我喜欢你 我想娶你 别人 谁都瞧不上你 护持满金 怎么会瞧不上你啊 你不想想 你们失散这么多年 他有心里真有你 他得找你吧 现在那么尚感地娶你 你知道他打什么鬼主意啊 要不是你小子之前那么多画画肠子 我才懒得管你们的事呢 我告诉你 阿板是个心仰实胜的人 不管你以前对他怎么样 结了婚以后你要敢欺负他 我答应你 我这副拳头也不答应你 我已经不是蔡家宅子里那个大小姐了 你现在已经是行长了 肯定有不少姑娘争着嫁给你吧 大小姐你高看我了 人生总是有很多错误 错过一些事 错过一些人 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都亲眼看见了 但我不是真心愿意娶她的呀 当年我有父与她 后来我又落魄了 是她搭救了我 她对我有恩 我是在报恩呀 大小姐你知道吗 我不甘心 我最爱人是你 我最想娶人妻是你 知道吗 你废话 你想娶我就想嫁呀 待着你的东西 你跟我走 大小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你交代的 我 你敢 跟姑奶奶把婚都结了 还惦记着她 你打死我 我也要跟你离 我天天心要跟你离 你再敢提半句离婚 相信我才崩了你 陪我把你当姐妹 你还是勾引我老公林凤琴 你别想把她从欧州里抢走 我才不做人做事 清清白白 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老子今天就是来 打抱不平来了 你要打不死我 我这回离定了 阿福那是我的真爱 你懂我什么叫真爱吗 你要敢跟我家阿满离婚 我今儿活劈了你我 这凤琪本来就喜欢阿福 以前没见到阿福还好 现在见到面了 我怕阿满是留不住她了 那这离婚琴还跟阿满结婚啊 这离了婚 受苦的可是阿满 我要有啥不好的我改 以后啥都听你的 我哥也没有男人 可咱们的孩子不能一生下来 就没爹啊 阿满现在正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不能让她沾冷水也不能累着 这要是莱莉嫁的时候落了病根 以后你们想要孩子可就难了 林凤琪 承门金 起来 别给我装别给我起来 你干什么 你怀孕 你莱莉嫁慧 你怀了鬼啊你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你 我是怕你跟我离婚 所以我就找了个怀孕的女同志 到医院给我盖了个整个儿书 你就原谅我吧 这回离婚了 我离婚了 她怎么能那么狠心呢 我掏心掏肺地待她 她说翻脸就翻脸了 比翻脸还要快 我以前觉得你是一花痴 我没想到你还是一情种啊你 她的心不在你身上 她竟然是在一起 也是强远地挂不天 我求求你把门开了行不行 我真的有话对你说呀 我怎么做 是想给你一个尊重 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你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都会陪着你 唱词听曲 我会陪你看云淡风轻 我愿意带你里面这世上 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只属于你 我这辈子非你不许 我都不许多了 我才能遇到你 因为我说了 是不许多了 今儿子 何准十元 你不许多了 对不起 这件事情是我和凤琪对不住你 不过你的婚礼和大怼 我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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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感谢大家来捧场 恭喜恭喜 恭喜 能娶到大小姐 是我们林家几辈子兄弟的福分 恭喜你们 有喜了 不要孩子了 你不是一直说 没有孩子是你最大的遗憾吗 现在都有了 怎么又不要了呢 我不是不要孩子 我 我只是说现在不要 现在根据弟 正在准备第四次反眉剿 各项工作都缺少人手 如果现在我们决定要孩子的话 那我只能整天困在家里了 我承认 孩子来的是很突然 但他既然来了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他来得太早了 不是时候 不该怎么说 孩子是个生命 谁也不能不顾这个孩子的生命 这些孩子我要定了 孩子在我的肚子里 你说了不算 孩子怎么能不要了呢 罗大哥那么喜欢孩子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困难会过去的 我们一定能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的 日子会好起来的 这孩子要是没了 就太可惜了 人生中是有多少事情 是我们做好准备才能发生的 也许这就是命跑了 我也是第一次当母亲 真正当过母亲的女人 才算是完整的女人 我想清楚了 这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 这是您的孩子 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陨水有个地方 可能藏了大批的黄金 我听蔡夫说 当年他爹 从赣州运回来十几个大箱子 可是在家里没放多久 就突然不易而废了 蔡老爷以前在赣州 是开钱庄的 他积累了大批的财富 我推测 那些箱子里 可能藏的全是黄金 欢迎你加入五位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 是 同志 玄义的身份非常隐秘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 玄义 马上就要去执行潜伏任务 我是他唯一的上线 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 你 该接替我 成为玄义新的上线 玄义 当我第一次看到你披着长发 那一刻我真的静待了 今生今世也没有想到 梁山伯和驻人台的故事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真心地对你说一句 嫁给我好吗 正因为他是个好人 所以我更不能嫁给他 因为我没有办法尽到一个 正常妻子应该尽到的责任 相濡以沫 不如向王爷教过 我们凌水现在缺医少药 这个检局的证由谁去完成 我在赣州做过一些生意 有点门落 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 我相信对无矿生意会有帮助 只要能从我这儿拿药 我保证该您得的那个 我一分都不会少 昨天从赣州送来了那批药 让人掺了假 硝烟药 止血药 推上药 全都掺了假 你这药害死人了 害死人你懂不懂 新灵的 我告诉你 我心里可明镜似的 但是你害死了我手下 五个战士 你那些药怎么交代 这药是有点问题 可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呀 我这是眼瞎心眼瞎了 这林凤琪 竟敢为了他的一点佣金 跑去买假药 从林凤琪的账本上看 他的俊账一共是 一万零五百一十二块大药 你为了拿佣金 就敢拿战士们的性命开玩笑 公家的钱怎么这本上没有啊 这摆明了就是你贪污来的钱 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 阿门 你犯了我这回吧 这给我枪毙的 我要是这么昧着良心说算了 那对得起那些战士们吗 那都是人命啊 你就真的见不得我们两个好吗 你这是公邦私仇 林凤琪同志所犯的错 公邦私仇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林凤琪同志 对我们苏区所做的贡献 我还有在座的各位 永远都记在心里 我还有在座的各位 林凤琪 最大恶极的 必须处于死刑 林凤琪 最大恶极 必须处于死刑 林凤琪和你没有关系 林凤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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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父 我对不起你 我这辈子 不能再继续照顾起来 我没了遗憾就这辈子 我看不见他们自己孩子的出事 然凤琪 你才不见了 我认为你 他的 你家这月钱 只会保自己 照顾后孩子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